上午时时会议开始 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他指出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是党校事业必须始终坚持的政治站位 是践行党校初心的必然要求 必须始终坚持 以党的旗帜为旗帜 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以党的使命为使命 自觉在党的新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中精准定位 自觉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 必须坚持正确办学方向 始终坚持党校性党 坚持党性原则 自觉服从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坚持在党爱党 在党严党 在党优党 在党为党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指出 党校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必须掌握在忠于党 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 党校要宣传党的主张 有针对性地批驳各种歪理邪说 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积极宣讲者 陈希在主持会议时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回顾总结了中央党校90年历史成就和光辉业绩 会议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提供了石出词 最后合唱的美国